焦點回到台灣 在五杯炫人的加持 以及解除內用隔板的限制之後 全台的餐飲業終止連續五個月的負成長 然而在復甦之際 日本的知名拉麵 隨著台中七奇開第二間店 今天上午十點開幕之前 就已經排了兩百多公尺的人龍 大家頂著寒風就是要來嘗鮮 然而排在第一的是兩位男大生 他們在星期天的深夜就來排隊 等了超過六十個小時 排了三天兩夜 將近六十個小時 搶下頭香的黃同學 吃下第一口拉麵 直呼實在太幸福了 日本連鎖拉麵來台展店 台灣第二間分店落腳台中 十一月二十四號正式開幕 清亮明是兩位男大生 等上六十個小時 除了一場道地的日本美味 更為了限量的拉麵碗 一個夢想 男人的夢想 當台中一來拉麵第一個 然後拿到台中限量版的第一個碗 二十四號一來要開了 然後我就想說 欸 好了就一起來吃 因為我也沒有吃過 拉麵名店魅力大 排隊的人潮從店面排到對街 繞了半圈的秋紅谷 粗乎超過五百人排隊 至少得等上兩個多小時 才能一包口福 那我們客人調查裡面呢 第一名是台北市的客人 第二名是新北 第三名就是台中 台中客人佔了一到兩成左右 所以我們二號店就選擇 在台中落腳 在疫情復蘇之際 除了拉麵店拓點 還有馬來西亞料理 也選在台中開分店 椰漿飯 沙爹 蝦麵 一道道美味料理 都是馬來西亞的國民美食 受到疫情影響 開分店延了好幾個月 後來選在百貨公司展店 就是看準百貨的錫金潮 經濟部公布十月份 零售餐飲業的數據 受惠五倍券的加持 和解除內用隔板限制 全台餐飲業創下歷年來的 同月新高 年增百分之一點四 終止連續五個月的負成長 證明美食連鎖店 看準台中人的消費力 紛紛選擇插旗台中 要搶攻疫情趨緩後的餐飲商機 華爾街的邁引趙雲光 台中報導